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受冬季风暴影响 纽森宣布加州13个县 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冬季风暴肆虐该州 加文纽森发布了紧急状态 并在包括洛杉矶 马德拉 莫诺 内华达 圣贝纳迪诺及圣塔巴巴拉等13个县 派出加州国民警卫队 因为这些地区 电力食物和水出现 无法运送到因大雪受困居民的问题 加州还请四应公司 加快除雪和清理道路 以迅速恢复供电 加州冬季风暴受害者纳税期限 可延至10月16日 这项措施只适用于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指定用于灾难援助的县 纳税人将能够在其联邦税中申报 与灾害相关的伤亡损失 受灾较严重的 Santa Cruz县的居民和企业 即使没有受到天气和洪水的影响 也有资格延迟报税 之前与风暴相关的延期报税日 定为5月15日 洛杉矶县城县平均油价连续 第29天上涨 洛杉矶线美加仑自助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 周四连续第29天上涨 上涨了3.3美分至4.889美元 过去29天平均价格上涨32.5美分 呈现平均价格上涨4.3美分至4.868美元 比一个月前增加36.9美分 全美平均油价上涨1.5美分至3.374美元 TGX召回8万多个存在摔倒危险办公椅 由于当消费者坐在椅子上时 椅背可能会断裂 或是座椅从底座上脱落造成摔倒危险 TGX公司宣布召回8万1700个办公椅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系TGX以获得全额退款 目前该公司已收到12份 包括错伤 拉上意外 和一起造成脑震荡的报告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